現在台灣的大戰已經開大了 雖然選舉是明年1月的事情 可是現在各種民調 各種的配備 已經開始在進行了 今天台灣民意基金會的一個民調 這個民調出來幹嘛 侯友宜居然贏了賴清德 而且在整個藍軍裡面 他也拔得頭籌了 先來看一下這個民調 台灣民意基金會 因為昨天才看了美麗島電子報 再看這個就很有feel 先講一件事就是 方向都是侯友宜是藍軍最強 第二個就是賴清德有可能贏得選舉 這兩個台灣民意基金會 跟美麗島電子報道都呈現出來 可是中間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在於什麼 法律哥你看一下 國民黨當中侯友宜是第一 然後過台銘是第二 然後朱立倫是第三 對不對 3322然後9點是大概10 這第一個 第二個如果朱立倫不要的話 那票是跑到侯友宜這邊 所以簡單講就是 只要侯友宜沒有說我打死不選的話 國民黨最強的人提名就是侯友宜 對不對 那當然看他怎麼模式來 4月25號新北市議會要開議 如果他都只有那五字訣 呵呵做事 他一路講到七月 保傑哥現在才二月底 還要再講四五個月 那我就不知道民調會怎麼樣 第二個那你要進到對手 你要看柯文哲跟賴清德 這個東西如果撒卡住 而且極可能撒卡住 除非什麼 我剛剛跟黃國昌在上節目 他說柯文哲可以把自己放成是 不分區立委第一名進國會 對不對 藍綠不過半 民眾站出來 民眾黨要有十到十五協力 讓國民黨跟民進黨都不要過半 所以他是拼立法 如果是這樣子 因為說實在的 我們今天關鍵時刻講關鍵的話 柯文哲不一定拼總統 如果柯文哲拼總統 他都知道 他不用看我們結論他都知道 他不會贏 柯文哲不管怎麼選都不會贏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你為什麼要選總統 如果民眾黨柯文哲選 為什麼要選 拼立院 就是為了拼立院 那如果把自己當不分區第一名的話 立委其實會不會有可能 他應該放五名或第六名 到第一名沒有意義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他放到部分區名單的話 那這個是剛剛我跟黃國昌在談的時候 他講的突發性 他也沒有說他建議柯文哲這麼做 好 待會來看 我還是覺得 這是其中一種 我們後續再談 可是最typical的方式就是撒卡住 侯友宜 又或者是郭台銘 或者國民黨 國民黨 民進黨 民眾黨 那撒卡住的時候 你注意看喔 侯友宜他是贏賴清德 贏了5% 柯文哲 每一條電子報 柯文哲也有20% 都是20% 所以柯文哲 他有20%的這件事情 要注意了 這個 因為黃山是25% 國民黨現在內部有一個訊息 就講說 不要玩柯文哲了 柯文哲就是黃山三嘛 男版女版而已 見面他就好了 反正 民眾黨 拉的是年輕票 沒有民眾黨 像這樣子 年輕票是跑去民進黨 所以我們乾脆有一個民眾黨 然後呢 我們就當蔣萬安 民進黨就是陳時中 我先打一個X 為什麼 因為賴清德 他不是陳時中 陳時中的仇恨值 也在台北市是最高 所以賴清德 如果不是31%的話 這樣就會出問題了 好 第二個 侯友宜對賴清德 對柯文哲是這個比例 但我很想看看 如果你放回郭台銘是什麼 但是可惜 這個台灣基金會 他沒有放郭台銘 或朱利文進來對比 所以只看得出來 侯友宜現在目前最強 不知道郭台銘跟他的距離 到底還差多少 好 最後一天 然後呢 也就跟他一樣